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择筹码强势股操盘手非你莫属 大家好 我是筹码大师李宗欣 今天的台北股市反弹了 电子股很强 老师又给你猜对了 我哪是用猜的 其实这一波下来 谁在节目里面持续的跟各位投资朋友分享 高档可以不要买 但是低档的电子股 尤其是跌升 业绩好的 技术面低档背离 低档爆大那样的电子股 在大盘破底的时候 其实蛮多电子股没有再破底 这些就是领先股 它虽然领先下跌 但是也领先足底完成 这些股票真的你要留意 对不对 即使在昨天大盘跌了300多点 你可能觉得没希望了 美国公布的CPI这么差 昨天晚上公布PPI好吗 也不好啊 生产者物价指数也不好 对 当然比三月 四月份的虽然比三月份回来一些些 但是呢 仍然是这接近这四十年来的最高点 通膨并没有受到压抑 那美股怎么反应呢 其实我在节目里面一直讲 在低档的时候 不是靠利多来止跌的 它是靠利空来测试的 利空才测得出这个地方 是不是低点 昨天美股有没有利空 是 我昨天在发大事业化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一下上面的读 十二点左右吧 对不对 发大事业化的时候 道雄还在这里 本来开低走高 好不容易拉到盘上 好像利空出镜了 我还又下来了 晚上睡觉前的可能还跌了 道雄最多跌500点 收盘几乎收平盘 收上来 这一段超过500点 这一段 收盘距离低点超过500点 道雄收盘还收黑的 我们看一下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收盘翻红 废纯半导体收盘也翻红 实在是 还是蛮有趣的 美股昨天是因为利多吗 不是 就是我说的 他是利空出来测试 是利空造成的 利空到成的低点 他更可能是低点 懂意思吗 低点不会是因为 国际 刚好出 国际盘出现利多 台股低点出现 其实不是 他一定是在利空出现了 道雄昨天 其实蛮有机会 在诸多利空之下 形成了一个低点 而且昨天 道雄爆出了大量 这段期间最大量 所以 昨天道雄 看到那个 线图了吧 开低 冲高 再杀低 尾盘再拉起来 因为震荡很厉害 所以弄出了很大的成交量 那这个大成交量 那是不是刚好在低档做了一个换手 那是因为利空 所以这个低点 来 昨天大师有话怎么说的 昨天往利空再来彻底 对 通膨硬霾和国际股市跌跌不休 昨天 不过不少电子股领先拉回 领先借低点 也领先转强 有没有 都是领先 比较先跌 先见到低点 大盘昨天见低点 很多电子股没有见低点 对不对 而且有些股票已经领先转强了 所以能否在诸多利空下见到止跌 电子才是指标 今天电子是不是纷纷转强了 不少电子股还涨停板 对不对 所以重点 要成为一个赢家 你一定要有眼光 一定要懂方向 而且要有策略 如果你没有跟着筹码大师 像我昨天晚上又特别用功 为什么 因为昨天大跌 每次大跌 我不是在节目里面跟各位分享过吗 指数跌1.5% 对不对 加原指数跌1.5% 而法人大买的前15名 平均下跌 表示法人套牢 是不是又是吃法人豆腐的机会 对不对 所以 待会我会跟各位分享 昨天我怎么用功 怎么找股票 怎么吃法人豆腐 来 是不是低档背离 昨天 当大家最恐慌的时候 还在背离中 还没创新低 KD并没有创新低 今天上来了 老师 这个盘都真的假的 我个人看法 蛮有机会 至少他很可能是第一只脚 会不会V型反转 冲过去 当然 要看后面的成交量 但是至少他第一只脚要止跌了 然后未来会不会寻求第二只脚的支撑 再看当时的状况 不过昨天的融资减了42亿 其实对盘氏筹码的稳定是好事 这个也没办法 就像 其实前两天摄影师大 摄影师先生 我年纪比他还大 他跟我聊的 老师每次你讲说要洗融资 真的要洗融资才会上来 那会不会太残忍 其实股市就是这样子 像昨天洗了融资看起来 即使美国昨天没有那么长的下影线 台北股市今天要再跌也不容易了 为什么 因为昨天该卖的都卖了 减掉四十几亿的融资 等于说大家都没信心了 前一天晚上公布了CPI 哎呀不好 对不对 四十年的高点 那拉斯达克非常办法 又跌超过三八 后来不要走 其实很多人是满绝望的在昨天 不是每次都这样子吗 我记得前两天我才跟各位说 不要过了半个月 过了一个月之后 你看哎呀 你这个地方是该买的 那个时候怎么没买 又开始后悔 每次低点的时候你都不想买 等到涨了一段 开始好像是低点了 才决定这个地方应该可以买了 等到你真的决定要进场的时候 他又是高点了 对不对 这里不是吗 这里你不敢买对不对 当这里要决定高点 这里什么高点 各位还记得吧 还记得那时候利多吧 是不是 核潭漏树光 还记得吧 低点你不敢买 等到核潭漏树光你想去买了 核潭漏树光刚好三月底 然后大盘就跌了一个半月 从这个核潭漏树光开始一路跌 股市真的是很痛苦 对不对 那你要不要跟着我们呢 给各位方向给各位信心给各位方法 是不是 你看 我刚刚说我昨天用工 为什么 就交给各位了 我把我的pepper都交给你了 对不对 昨天大盘是不是跌超过1.5% 外头本比前15名几乎都跌了 跌死了 平均跌3% 法人重压的前15名平均跌3% 好来 一档一档看我不一档一档打了 各位你自己看哪一档是还在十字均线之上 就我们手上的耿鼎 只有1524的耿鼎还在十字均线之上 其他都是空头走势的 所以要吃法人豆腐 只有一档可以吃豆腐 那叫什么 叫耿鼎 耿鼎昨天收到相对低档 那今天呢 今天就是耿鼎的买点 我们上次耿鼎买在这里 5月6号 买在盘下 对不对 当天 当天盘中工掌停 当天收藏宏 当天赚超过10% 当天 这两天耿鼎在高档震荡 我昨天说什么 我昨天说耿鼎 前天 我说我耿鼎剩下一半 对不对 我说我剩下一半 剩下一半 我不是看坏他 我说我还考虑什么时候把它买回来 对不对 还记得吧 昨天这个图我说我还考虑什么时候把它买回来 结果昨天晚上一做功课 哎哟 有趣咯 怎么有趣咯 昨天外资大买 好像买了2000张吧 那外资大买该怎么做咧 外资大买 然后大盘看起来止跌了 那不是吃法兰豆腐的机会吗 我们不是出了一半吗 今天把那一半买回来 我硬涂的时候还长这样 我硬涂的时候 火盘突然急拉盘中 急拉 瞬间还攻涨停 是没有收在涨停板 不过两次耿定我们出手 都是当天买进去 当天盘中看到涨停板 真的蛮开心的 因为贺图来不及做也没带过来 因为他尾盘才攻涨停 那时候我们快要离开公司的 来不及 我们发了一个空讯 我明天会拿给各位看 其实这就是我的操作 我常跟各位在节目里面分享 当大盘中错的时候 当你发现很多股票 好股票坏股票都在跌的时候 其实是你该做功课的好时候 但是昨天 我相信全市场 大概没有一个比我还用功的 因为都觉得没救了 不想看了 这种盘 跌300点 晚上美国又在跌 算了 早睡的 你昨天想法是不是这样 我不是 我昨天用功用功到12点 我还在工资 这就是我的操作 各位你也知道 我大事要到几点发的 为什么 我在找股票 我在用功 因为昨天出现那个现象 不就是要找买点 当各位绝望的时候 当各位看这个方向的时候 我一定要冷静的思考 另外一个方向的可能 不是吗 这才是一个操盘手的概念 你不要跟着市场人云亦云 当媒体告诉你一大堆利空 想想看四月 三月底四月初 不是媒体告诉你一大堆利多吗 不是吗 想看是不是这样 这里是一堆利多 这里是一堆利空 藏龙跌停 还记得吧 这里 什么 何谈漏树光 现在呢 现在又一堆利空了 每次都是这样 那该怎么做 跟着有三十年经验的操盘手 李中兴来做吧 那这段期间 一直跟各位分享 其实大盘在底部的时候 最容易找股票了 一种 就是堕头走势的 这去年五月 不是今年 去年我们手上的持股 去年五月 当大盘因为 三级警戒重挫的时候 当时的中宏还在创新高 藏龙还在创新高 藏龙获利超过一倍 中宏将近两倍 有没有看到 这是当时去年 我们会员手上的持股 那 当时 高档的 新会员不敢买 我说 当大盘在底部 大盘在低档 当股市重挫 有啦 电子股当时也是重挫啊 当时最强的族群 就是航运和钢铁 对不对 电子股真的没有人爱 爹不疼娘不爱 是不是 你看 市新从一千块跌到三百多 不是因为它跌到三百多 可以买 不是因为它变得便宜 可以买 不是哦 不是从一千 那八百可以买 七百可以买吗 六百可以买 不是 不是因为这里是最低点可以买 是因为 它出现最低点之后 技术指标低档背离 所以可以买 我最近是不是一直在节目里面分享这个概念 当时我买进去这里很快 一个月六成了 三百多云涨到五百多 三百六云涨到五百五了 金领科也是啊 对不对 在这里 从六百一十几跌到一百六十二 不是因为六百一十五这里变得很便宜 不是我常说吗 掉下来的跌子 刀子你不要接 因为接的手会受伤 会被割伤 对不对 等到掉到地上 低档背离 轻轻松松捡起来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操作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接掉下来的刀子 其实很多电子骨 已经掉到地板上 已经掉到地上了 你可以轻轻松松捡起来 这段期间 是不是只有我在节目里面这样分享 我不会在节目里面 在乐观的时候 拼命鼓吹各位进场 在悲观的时候 跟各位说大盘要崩盘了 要空头了 是不是这样子 我不是这种人 我怎么看 我就怎么说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所以 在节目里面交给各位的 怎么样是反韩豆腐的 既然我交了各位 那我就照做 因为我也是这样做的 所以昨天晚上我特别用功 15档股票看过之后 只有一档股票 就耿鼎可以买 所以我们今天也买了 今天又是现买现掌零 你要跟着谁做 他跟着我做 所以来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 专业操盘所的分享名单 一定要加入 左边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边是LINE的QR Code 赶快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那怎么要看到大事业化呢 很简单 加入筹码大事LINE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记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 我破的图片 我的大事业化 还有很重要的什么 筹码表格 再来就是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的节目 如果两点没有办法收看 当然你就点选 加入我们的好朋友 晚上七点以后 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最近跟大家分享 不就是联电吗 当然联电还没有大涨 但是我说 50块的压力 我认为它是会过的 其实联电一路以来 我们系统都是空投讯号 到这一天才多投讯号 所以说你在这里买 风险就破底停损而已嘛 对不对 风险很少嘛 不是一路往下接 六十几块跌到六十块便宜了 五十八块又便宜了 五十块又便宜 怎么 买股票不能这样买 对不对 掉到地上了 再轻松捡起来 联电 大盘后来破底 请问他破底了没有 我每天在跟各位追踪 不是吗 对不对 今天 老师他也没大涨 当然 因为他这边有个压力区 就是这里的套牢区 这一段套牢区 他已经经过一段时间了 压在季线 哪一天 长虹在站上季线的时候 可能就是一个 另外一波涨势的开始 我的看法没变 因为联电 这个第一季 营收获利都是历史新高 股价从六十几块跌了三成 六十几块跌到四十几块 真的是蛮委屈的 真的是蛮委屈的 不是他营收获利很烂 那就算了 他营收获利这么好 其实不只是联电 我帮各位找了几档股票 都是营收获利创新高 股价就噼里啪啦 几乎創新低了 这么好的公司 股价跌得这么惨 你不现在掉到地下来 轻松捡起来 你什么时候进场 对不对 老师那我这两天还没进场 来得及吗 当然来得及 这里不是低档区吗 嘉宁指数还在这里 你不是买在这里 你买在这一区 你现在进场都还来得及 所以你现在要赶快改变观念 老师前两天我没有听你的话 都把股票卖了怎么办 或者老师我都没有看股票了 都没在看 好不容易今天想看一下 因为今天好像 心情不一样了 股票涨起来了 今天大家比较开心了 为什么 大阪涨 很多股票涨上来了 那你前两天呢 老师我前两天没动作 现在动作会不会来不及 都来得及 很多股票都还在低档 那还记不记得刚刚我说的 3月29 当时我的大事业话说什么 不要在乐观的时候追股跳 对不对 那个时候是什么 和谈漏树光嘛 隔天就见高点嘛 对不对 在清明年假前 你最好把电子股给卖了 几乎很多电子股 就在3月底4月初 3月底就是高点 一路下来新唐 来低档背离了 来低档背离在这里 这里 是不是 是不是低档背离之后 大阪再创新低啊 什么时候背离了 这里是4月底 4月底背离了 对不对 经验呢 来 641背离了 这里最低了嘛 有没有更低 没有 转强小孩也来了 可是他后来又下来了 又下来有没有破这个地点 没有啦 对不对 低档背离在这里啊 不是吗 是不是 所以很简单 当机会来的你要把握住 但是呢 我常说 来 你总要先相信吧 你现在相信吗 对不对 前两天我才说低档背离 我说电子不会是领先 昨天大事业话有这么说的 我昨天在写大事业话的时候 其实道琼还在中错 对不对 你都不相信电子会转强 所以我说 你要先相信才会看见 很多投资朋友 总是看见之后才相信 那就太慢了 你要先相信才看见 这是重点 所以 像我刚刚说的 我昨天晚上很用功 不是因为美国大涨 因为美国大跌 是因为台北股市也大跌 因为融资大减 这个就是我在节目里面 常常跟投资朋友分享的 当大盘中错 当无差别沙盘 好股 坏股 强股 弱股 都在跌的时候 你应该要特别用功 所以 不是美国大涨我才用功 相反的 美国大涨 其实我隔天 我不太喜欢追股票 老会员都知道 我特别喜欢在美股 中错的时候进场 大盘没进行的时候进场 你才可以买到相对低点 这就是抽判组的概念 所以刚刚说机会来了 这几天我都在放那张字卡 机会来了 你要先什么 你要先相信才会看见 对不对 你如果相信了 你现在就看到了 也许你之前不相信 今天看到了 也许你今天相信 那时间也不晚 我昨天才丢这张字卡 不是吗 航行总在绝望中诞生 你会觉得老师你又猜对了 不是 这是三十年的经验 所以这两天我跟各位说 我准备了限时限量的五档股票 虎负五全子的 大盘就是大老虎 那这小老虎是什么 小老虎 其实这两天 我们已经陆陆续续进场了 但是呢 其实这些股票都还在低档区 就像我刚刚说的 现在来不来得及 老师我今天才看到 前两天我不太相信 没关系 今天才看到都还来得及 我最怕你还在怀疑 还在等待 等到涨了一大段之后 你才要相信 那个时候你要追到高点 所以这个专案你一定要把握 至于说这五全子 是哪五档股票呢 我们先进广告 下集团回来 欢迎再回到抽马大师 上回期待跟大家分享 其实低点 总是要经过利空来测试 当大家恐慌 大家没信心 事后来看 它就是低点 就像昨天 大家都不想看股票了 昨天跌了300多点 融资大减 是不是表示市场没信心 当然是 每次都这样 当市场没信心 很想卖股票 或者就已经把股票给卖了 然后呢 决定卖完之后 不要再进股市 不看的啦 结果呢 这就是低点 每次都这样 所以你为什么不好好理性的想一想 我的观念 就是这30年的操盘经验 每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 当大家这个方向的时候 你要冷静的思考 另外一个方向的可能 对不对 这就是我的经验 所以我大概 大概全市场大概只有我吧 昨天 还跟各位 讲的那么斩钉截铁 讲的这么有自信 相信很多 投资朋友已经都没信心了 对不对 美国又是利空 昨天晚上盘前公布 还是利空 美国盘中还在大跌 结果缩盘 拉了超长的下引线 变成红K 哎呀怎么会这样 这就是市场 所以我说 其实因为 美国的科技股 费能办法也跌得很深 对不对 都已经跌入熊市了 S&P500也十几%了 这些因为美股的回档 电子股 其实很多好公司 跌得一塌糊涂 跌得好惨 这些公司在目前现在 就像我刚刚说的 跌跌跌跌跌 跌到已经落底了 大盘破新低 这些电子股 没有再创新低 表示它低点 已经领先大盘先见到了 这个是我在这个礼拜 还有上个礼拜 一直在节目里面 跟各位强调的观念 所以我们是不是推了这个专案 这无党股票是什么股票 来 不是烂公司 四月营收的历史 创单月新高 累计营收之间它超过五成 初期产能 都已经被客户包下在这里 昨天我们就进场了 来 前天是昨天 是今天 上来了 第一档背离 底部完成了 对不对 四月营收创新高 来 这一档 来 也是营收创新高 年增三成 创历史新高 前四月营收增加超过三成 订单看到年底了 对不对 双位数成长 毛利率续养 来 还调上价格 这支 昨天拉回来找买点 有没有 今天来要上去了 是不是 所以这些都在底部 它不是营收很烂 这两档营收都历史新高 再来 再跟各位提供一档 来 这一支 满有趣的 这一档 在这里 产能增加 客户需求不墜 手机 营运 三绿三升 最后存余大增 七倍 七倍 你没看错 七倍 底部 七倍 最后存余大增七倍 叫去年来说 来 这一档 来 产能满载 2026年之前的产能 都被客户包光了 单机税油成余 激增超过1.5倍 年增2倍 股价一样 跌到低档背离了 这些都是好公司 都是电子的好股票 而且都跌很惨 而且底部都爆大量 技术指标也都低档背离 会不会复制去年5月份 我们成功的模式 各位就等着看 所以把握机会 赶快这个专案 限时限量 限时限量的专案 虎富五全职 这五档小老虎 我都帮各位准备好了 其实现在都还在低档 你都还来得及 只要你赶快改变观念 伸出双手让我来帮助你 你一买在底部 就是最大的赢家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制服商线 成为制服赢家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会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市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